想法就是這麼單純 所以說大家才會一直看到說 啊我都一直帶著Lana在拍影片 其實原因是因為 大家好我是KID 我知道嗎 好 歡迎又來到這個 我有酒 你有故事嗎 要不然你等一下乖乖喝酒就好了 就講故事 你需要講的時候我會給你時間 乾杯 沒有乾杯啦喝一口 那今天要來聊什麼呢 這個問題啊 其實我自己也思考了很久 那近期呢又收到不少的一些 YT底下的留言 或者是訊息到我的IG 那當然我相信這些人都沒有惡意 很多人可能會因為看到我的影片 會覺得說我好像是一個媽寶 就是整天帶著辣媽拍影片 我是不是只會跟辣媽拍影片 沒有很尖銳的用詞啦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這個含義 那內幕呢其實他可能有一顆洋蔥 那我不知道大家的情感很豐不豐富 那你們就自己來聽一看這個故事 我爸呢是中風八年嘛 然後他是2014 2014年中風 那2014年的時候呢 我還沒有開始經營頻道 到2018年的年底 接近2019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開始做頻道 當時一開始做頻道的時候啊 就很希望自己的影片能夠上的台面 可以曝光 有高度的流量 來換取收入 那那個時候呢 一開始就有點被流量綁架 所以當時就是拍一些 可能比較時下 具有議題的 像是搞怪的啦 然後開箱的啦 或者是一些很奇怪怪 甚至有走在黃標邊緣的題材 也有拍過 那當然當時呢 也相對的有接收到一些流量 所以日子久了啊 然後慢慢的就會覺得說 自己拍這些主題講實在的 這都不是在我生活範圍內會做的事情 到底這樣的主題我可以拍多久 可以拍到我40歲50歲嗎 應該沒有人想要看那個40歲50歲的老頭 去拍 有走在黃標邊緣的影片吧 那看起來很噁心啊 就怪伯伯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就開始思考說 我想要慢慢的開始往生活化的影片 貼近我自己的生活 去讓大家感覺到比較接地氣 跟大家是比較相近的 當時那個時候辣媽他照顧我爸 前期第一年的時候照顧他 費了很多心神 所以說他那個時候的體重大概只有40出頭 非常的消瘦啊 從那個影片中可以看得到 他那個時候整個臉頰 包括他的脖子跟他的身體 都是非常的瘦弱了 沒有一個 副爸爸或副媽媽的情況下 你又面對像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你必須要硬起來 所以 大家各司其職 我跟Lian就負責拍影片 然後 我自己還會堅持做美髮這樣子去賺錢 那 辣媽就是負責把我爸顧好 幫他找了乾商最貴最好的 雙人房的話政府補助後 一個月還要3萬多塊 接近4萬 因為你還是要必須準備一些東西給他嘛 真的要拼拼賺啊 不是說我們賺很多 而是我們非得要讓自己賺足夠那些錢 辣媽他本來美術館那邊的工作 一天工作4小時的清潔的工作 在冷氣房裡的那一種 我們就跟他講說他就不要做了 因為他 腰椎脊椎那邊的老毛病又犯了 開始腳會痠痛 我們跟他說不要做他就在家就好了 那你想 一個人如果整天待在家裡耍廢了嘛 所以說呢 我就思考了一下決定說 我想要讓辣媽他的人生啊 再豐富一點 因為他年輕的時候 畢竟早年那個時候 社會沒那麼發達 人接觸的東西也不多 能吃的美食啊 玩的也不多 那跟我爸在一起到結婚生我們之後 他要負責顧我們 我爸要負責出去工作賺錢 相對的他也沒有時間去接觸這些新鮮事物 那來到這裡我就覺得說 可以透過拍影片的時候 順便帶他去一些 他沒有去過的地方 他沒有吃過的東西 他沒有接觸過的一些玩的東西 對想法就是這麼單純 所以說大家才會一直看到說 我都一直帶著辣媽在拍影片 其實原因是因為 希望可以透過拍影片這件事情 讓他有一個事情做 讓他可以去接觸新的事物 我跟辣媽拍影片啊 主要我都是以說 當然要他能夠接受為主 你總不可能我今天要拍一個二稿的 房間門開進去他只剩下一條內褲 拍出來 成何體統 KIN也不是說做不出質量的影片 你要我拍出質量震撼大片 如果我有器材我有設備 我要拍那些東西 其實我都是自學的啊 所有東西我都是自學的 從電影啊 從看劇裡面去學習人家拍攝手法運鏡 那自己要去練習 你們看的每一個運鏡的動作 在實際現場拍攝的時候 都很像在打太極 對 我知道我的觀眾族群啊 其實並不廣 那相對的 年輕人啊 什麼的 不會喜歡啊 可能就路過滑過去看 一分鐘兩分鐘就滑掉了 這個我都知道 這些都沒關係 我只要好好的專注在 做我該做的事情 把它做好 那自然而然我會慢慢的吸引到 我一群真心支持我喜歡我的影片的人 所有的主題都是可以被模仿的 但是唯獨人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自己都有自己的人格特質 所以我希望做到的是 大家看我的影片是 除了喜歡我的這個影片的主題以外 也是相對的是欣賞喜歡我這個人 有時候我們在生活當中 你不知道說 你身邊的那個人 他什麼時候會下車 人生就是七八十年 有的人甚至更早 二十幾歲 有的可能不到十幾歲 就沒了 所以說 有時候我們應該要趁 還能走還能動還能吃的時候 多多去嘗試一些東西 不要什麼東西要吃就怕有毒 什麼東西要吃就太油膩太怎樣 我跟你講 你都不吃光呼吸 你還是會GG掉 都一樣 那時間長短而已 吃素也沒有比較好 很多人私訊我說 你們拍影片都吃這些東西 不好吃素 跟你講 吃素也沒有比較好 吃素的東西啊 現在外面你出去看自助餐 有良心的沒幾間啊 大部分都是高油 阿不然就是炸的 然後再來就是 非常多的人工再製品 那這些東西你說吃下去有很健康嗎 在騙自己而已 出去告訴別人說 我吃素 就這樣 沒了 吃素的重症的人也很多 現在社會環境就是這樣 文明病嘛 有時候飲食是其中一個環節 有的人不醃不酒 還是重症啊 哪有辦法 髒不衛生 你就吃過去好 不要常去吃 未來你年紀慢慢大了 你這樣跟人家貪圖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的話題跟人家聊 我們肚子裡面沒有墨水沒關係 但是你要有故事 你要讓人家覺得說 你身上是有故事的人 而不是看到你就像空白的東西 有一句話說啊 種一棵樹最好的時間啊 是在十年前 其次是現在 如果你十年前啊 在考慮一件事情 你不夠果決 不夠果斷 到了現在啊 你就該做了 如果你再繼續想 再繼續花時間打鍵盤 消化別人 那十年後等你 你還是一樣 坐在你原本的位置 站在你原本的位置 啊你就永遠 只能站下面 往上看 打著你的鍵盤 跟別人說 呵呵什麼什麼的 那我今天呢 話老就到這邊啊 最後呢 再乾一杯 結束今天的影片 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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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